3月13日 周三 早上 河北三河市燕郊一栋四层建筑发生爆炸 楼梯坍塌 已至二死二十六上 中共央视记者在现场直播时 遭当地警方阻挠 驱离 引发关注 13日上午7点54分 燕郊小张各庄村迎宾路和学院大街交汇处一栋四层建筑发生爆炸后 楼梯坍塌 附近多栋楼房 受到震波影响 也严重受损 据附近商家称 爆炸威力甚至波及数十米外建筑物 三河市应急管理局通报 早上三河市燕郊一闸机电发生一次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燃事故 该局局长称 最新数据是两人死亡 26人受伤 中共官媒央视CCTV2报道相关消息时 连线在现场报道的记者 现场直播进行了约半分钟左右 央视记者遭遇警察阻挠 驱赶 演播室女主持人看到现场情况后 面露惊讶 男主持人随后把节目转换到美国方面 称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郊区一房屋12日发生爆炸 该事件发生后 引发社会关注 记者协会当日在一篇题为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力的文章中说 央视记者杨海玲在燕郊采访爆燃事故一组 文章表示 据网传视频 杨海玲说的 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是 有两名黑衣男子上前 挡住镜头 中断了记者的直播连线采访 还有一段网传视频显示 一名穿着带有CMG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标志的女士说 我们三个央视记者被十几个人推散案 记协提出三个问题 记者应该进行采访吗 记者是添乱吗 一纸通稿真能代替现场报道吗 记协最后表示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过后 有关政府除了要全力开展搜救 及时救治受伤人员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也要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 不能为了控制舆情 简单粗暴 阻挠媒体记者正常履职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荣发博文说 中国记协为央视记者采访受阻发生 不错 如果任何一家媒体的记者采访受阻 中国记协都出来讲话 就更好了 正因为各位长期无视其他媒体记者被不公正对待 才有今天中央媒体的记者被驱逐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也发博文称 坚决反对当地警察阻挠报道 并且驱离记者 有网友跟帖说 新闻已死 老胡同意不 还有网友表示 这帮一贯助纣为虐地配得上这个遭遇 一视同仁挺好 新闻专业的未来 一天到晚的本能反应去隐瞒 也不知道他们怕什么 根据三合市应急管理局的通报 2024年3月13日七十五十四分 三合市燕郊一闸机店发生疑似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燃事故 应急 消防 卫健等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全力救援处置 截止目前 事故已造成两人死亡 22人受伤 但大陆急目新闻当天下午报道称 在爆燃事故地有一家连锁品牌炸机店 工作人员向该媒体表示 该炸机店并未使用燃气 而是用电 该店员工还否认使他们家电发生爆燃 该炸机店的经营者王先生向该媒体表示 据我所知 事发地附近就我们一家炸机店 据悉 这家炸机店是上午10时左右才上班 该公司的负责人也强调 我们的门店上的招牌都还存在 如果是我们的店引发事故 店面应该都炸没了 有亲历者在凤凰卫视直播中介绍 爆炸点是地铁施工现场边上的位置 早晨7点50左右 一声巨响 把我们都给吵醒了 以为楼要他了 然后我抱着家里面的老母亲就跑出来了 结果就发现我们楼前面地铁施工现场 那个边上的位置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引起了浓烟 该居民还表示 爆炸导致楼体向南河向东倾斜 窗玻璃震碎 窗框都给震掉了 及前面阳台都给震掉 他们推测事故跟地铁施工有关 也为地铁22号线的施工是在我们小区 这栋楼距离12.5米左右的位置 开始打地机 再装重型机械施工 他们此前也一直因为地铁施工问题去维权 他还强调 这次的爆炸对他们的楼体的倾斜和伤害非常巨大 目前镇政府 市政府都没有给居民一个明确的生活安置方案 有河北民众也向大纪元表示 此前有人在烟郊文化大厦挂调服控诉野蛮施工 影响人身安全 百姓诉求希望有人做主 烟郊这地方今天发生剧烈爆炸 可能是事故原因 也为通告里说 此次爆炸初步认定是燃气泄露 但是这楼里没有燃气 楼下地里面有燃气管道 官方通告称二死二十六人受伤 根据网上披露出来的视频显示 爆炸波及的范围非常广 当地居民多表示 五六十米外的楼玻璃都被震碎 而一栋四层楼在爆炸身后坍塌 这栋楼中有24户人家 如果按每户两人计算的话 楼内居民就是48人 另外 时间是早晨繁忙时段 爆炸点周边马路上有很多车辆也被炸的七到八歪 光这些车辆上的伤者就已超过官方公布的受伤人数了 据凤凰网报道 参照以往相关事故和此次爆炸的破坏程度 此次的爆炸威力至少相当于100公斤TNT炸药 释放的巨大能量导致住宅楼内基本坍塌 残存的框架结构严重受伤 当地的居民还告诉我的同事 在爆炸中被炸塌的那个四层的招待所里 是有人居住的 楼下还有烟酒商铺 这片区域有不少建筑工人在务工 因为文化大厦这里附近有一个地铁工地 有人曾在去年11月29日在网上发布过一段该处工地的视频 介绍说该地铁工地属于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线燕郊迎宾路文化大厦的路段 施工的内容视频说是通风景 视频中还可以看到该工地的施工围挡 覆盖了此次被炸塌的东宾招待所门前的区域 目前尚不清楚爆炸对工程的影响 施工公告显示 这里的地铁施工是从2023年11月25日一直到2025年12月30日 一位每天上班路过此地的居民也确认 该区域确实有地铁工地在施工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于22号地铁县的这个位置 你看这是个头 然后呢 这面是一个十字路口 所谓的这个 这面呢 是甘蓝谷 然后 这面是文化大厦 地铁站呢 就在通风口 站在这儿 你看看 他说在这个红楼屋这个所谓围道的这个地方 设置了咱们的一个安全通道 安全通道和通风口 我想各位引导看一下 这个安全通道 如果这块一旦出现了事故 这块是怎么人生会 人们会逃脱呢 逃生呢 看看 这一溜 在步足那个角那块 就是公园 我往大家走几步啊 大家看一下 那个就有多么近的公园 就有多么近的公园 看 看上了吗 几分钟 短暂的几秒钟 一番来钟 我就走到了这个地方 可是你看 这是一片荒地 是一个公园 看公园 没有人 没有人 为什么这块不是 你